各位网友,我们今天还继续关注胡锡宇这个事件 胡锡宇啊,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到现在70多天了,准确地说72天 现在这个当地的政府和警方没有发布一定点胡锡宇这个案件的信息和进展 没有透露一点,这就说明什么呢 现在对这个案件仍然是侦查调查过程中 所以说现在没有弄出事情这项,不能对外宣布 因为有些证据还有事实还得经过固定,四角落地,严实和风华才能公布 那么现在官方和公安机关没有公布,就证明这个案子还得继续侦破 没有新的进展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啊,这个打着关心关注胡锡宇这个案件的旗号啊 在这干的一些这个伤天害理 叫我说就上级天堂的事,天天在网上用这个事情进行炒作 造谣,夸大事实,这个不切合实际的分析 带骗了舆论,带骗了节奏 我昨天已经讲了,你现在直接观察啊 观察,王他有个人啊,几乎是天天做一些视频啊 和发布一些文章啊,都说这个案件有新的进展,有实质性的突破 姐姐为上了,马上就破案了 天天散布这些,这个没有根据,没有事实,胡别烂造的谣言 这网上仔细观察有啊 这个昨天我又看了一个这个一个女的做的 做的,她讲了这个案子基本就是破了 是一个这个大的犯罪组织操控的 有个境外和境外构结的 这个倒卖人体这个奇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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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子啊 又呼吸于这个这个怎么事就是说被害了 他讲了个整个讲的比较这个故事讲的比较完整 他报这个视频啊,不长时间就网上给这个删除了 给人感觉就像他参与了,就像他明白从头到尾他都知道事情这项 既然知道事情这项,知道这么样子 为什么不到国安机关去这个去报案呢 协助国安机关破案 为什么不像呼吸于的爸爸妈妈妈们舅舅 把这个情况数一下 这样是有利于这个国安机关 早日这个破案 早日抓住凶手 那么这垂属于一个女的四十岁 也不知道什么勇气什么目的 各往上就变这些故事 是吧 呼吸于的父母啊 现在是一天为早这个孩子倾家荡产呢 又病了 又呼吸于的亲属家人全力以后 都是投入到这个事之中 他们也下了悬赏 谁能提供有价值的歇息 他们准备表达一些心情 就可见呢 这个呼吸于同学的家人呢 对这个事是多么着急 是吧 现在呢 已经变为他们生活的重重之重 头重大事 而网上这些人呢 你没有什么信的这个歇息 你就别跟网上这么造谣了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有些人呢 在网上说话 站着说话不要疼 就这么说 怎么就破不了呢 是不是 这个这个又是说这个 线索挺明显很容易呀 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也不怕散了舌头 我呀 就是最近我看了一个 就是中央以台啊 这个节日说法 这个中午十二十二点半 他就讲了一个 讲了一个案件 就是说一个人呢 撒人十八年以后破获 十八年呢 这个案呢 就是也是这个 十八年之前 你能想想 零几年 当时啊 这个咱们的设备各方面 这个DNA技术 还有一些这个证据采集啊 不像现在这么陷进 这个人杀了好几个人 没留下任何这个证据和指纹 就唯一留的就是他住旅馆的签字 啊就这个啊就破吧 破了十八年 找了解计 调查了就是了解 近百个这个当事人 嫌疑人 所谓的咱说白了 就是有一点的 这上百个人最后就没破了 过了多少年以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 提取到了这个人的笔迹 经过各方面的这个看他验证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 最后在一个工地里 把这个人抓到了 这十八年 是吧 他为什么呢 这个这么长时间呢 就是 有些当时这个不要嫌疑那么陷阱 有些证据消失了 所以你不太好定 是吧 你定不准 因为这是个人命案 是吧 这是我就讲了 现在网上有个人就暂说话 不要他 就这么简单的案就破不了 哎 他就是找不着事实 找不着证据 你就定不了谁是嫌疑人 也定不了这个案件的性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呼吸雨被害了 尸体得拿了 如果说失重了 那么再靠一些事实的证据 来证明他就失重了 这是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这个 故弄学许 就昨天我看网上有个人啊 说这个案子到现在啊 很容易破 但为什么不破呢 故意的 因为这个一破呀 就是能牵出一大堆人 现在这一大棒的人呢 就是保护伞 因为他们这个 这个案子 这种设计他们利益 所以他们袒护 保护 就不要那个案子破 是吧 你看看 这个嘴呀 都没有送紧的 都是这些网民讲的 是吧 这个 实际上这些人啊 我给贵纳了 就是 上金天亮 上良性 没有人性 拿 胡锡宇这个事儿 这个进行炒作 叫我所就是 这个姐妹 是吧 那个没事儿 拿这个来 来开戏来了 今天这么分析 明天这么分析 今天一个新进展 明天一个 戏线索 等你这个 一交证 什么也没有了 既然知道这么多 为什么不到 包括机关就不去 是吧 这一面呢 胡锡宇的嫁人的 这个 这个 就像热锅上的麻衣 一天特别 这个 撕席裂肺的 就等于歇息 等于进展 而这些人 网上天天有进展 有歇息 你和这些人 能有多坏呢 是吧 这不黑心肠吗 那么到现在 这个 我们关注胡锡宇啊 你善良 正 就是说 正常的 心态是什么呢 就是说 确实是这个 关系 胡锡宇 其他的嫁人 你就是 等到政府里 最后人通报 最后人对这个事 是吧 调查结果 公布 这水落石出 是吧 不要造谣 是吧 也不要 喝里的费血 现在我发现 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 在网上 在平台 发表一些作品的人 他们北省 都没去过当地 是吧 北省也不是 共建法 也不是这个 这个 司法在线的 这个工作人员 也不懂 但是他们就敢 这个胡编烂造 是吧 编一些故事 是吧 这个 所以说 呆骗了节奏 呆骗了舆论 是吧 我们关系 胡锡宇同学 关系他的家人 我们就应该 相信政府 相信官方 因为必须靠 这个政府 靠 公安机关 力量 破案 这也是法律 授予他们的权利 所以 就不要 跟着 这些网上 这些人 叫他们 代理节奏 今天案子破了 明天 这可疑人 到现在 我就灌杂了些 现在他们能提出 十个把个的 又是校长 副校长 逛头老师 又涉及到 半主任 又是校长的老婆 现在又设到一个司机 还有一个 背后 有个录音笔 又有个神秘的人 现在都我去了 这个嫌疑人 一大多笔 但是案件 丝毫没有任何进展 所以说 我们关注 胡锡宇 这个 事件里说 一定要有 要有 要以一个 善良的心 以这个 法律 为基点 来正确的 看待这个事 是吧 来 这些 实意的 关系 胡锡宇 和他的家人 千万 不要被 网上这些 胡言乱语 不要用心的人 左右 到这 不过来 感谢观看